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和高人联手主持,关公电台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Andy,看你多精神,你一定没有看这个闭幕 当然不是,看了之后睡觉,没有睡觉 直接来这里了 我也有起身看,不过也是 因为没有熬夜的日子很久了 中间也是合作 不过幸运没错过最后是Tom Cruise的片段 所以一早说是好的 大家知道有他出场 不睡都等一等他 你觉得最后美国接的部分做得好吗 好吗?整个荷里奧电影制作 好像跟汤哥老师的电影做宣传 是吗?他真的有戏上来 这些桥段一模一样 我有点失望 没什么创意 没什么创意 还有那些算不算特技 就这样掉下来 因为我们看 由光跳下去也好 那个就好 消防员也做到 掉下去不是跳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就OK了 看看四年之后 在洛杉矶是怎样 洛杉矶也很厉害 我们就这样 凭空记忆 就是说 所有奥运会都是大本的 在洛杉矶的时候 试过是真的有钱赢到的 赚到钱的 老老实实 去到最后 他们在沙滩唱那首歌 那一队老班人 有两队 一队是年轻人组合 我真的听不到他们做什么 我很流心听到 听不到他们做什么 他们要rap 没办法 之后rap的反而听到 是吧 最开始那一队 那么不要紧要 这个美国文化 就跟这个日子 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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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后来 回到主场的 impossible dream 一队 我不认识黑人的 是女歌手哪位 都是唱得不一般 我想 其實如果 我猜 對於觀眾來說 他見到 打排球 是巴西 和加拿大 吵架之後 做 Beatles的 大家 那個氣氛幾好 笑完 真的化乾 如果 把那首歌 My Way 就變成 我覺得效果差很遠 當然 一早就排定了 但是是荷里活 要執生 改首歌有什麼難 這裡是這樣 我上一次說過 美國傳媒 很多排名榜 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數金牌 未必贏中國 其實這次是 叮噹碼頭 如果純粹是 論金牌 中國是40年 美國也是40年 我有看到 真的只差半部 就是那個 女子籃球 如果球三分 就要加時 加時可能會贏 但是真的只差那半部 差一分 就變成大家 計算總數 計算銀牌和銀牌 人家是126面 所以 中國只有91 所以 我就說 美國有些傳媒 比如USA Today 一早去排名 就已經不是數金牌 因為美國一早就贏開行 如果計算總數 是不是 那就穩陣一點 用總數來數 就不用數到最後一面 但是我想說 有些網民 就是這邊 用中文寫的那些 就說 這次是打和 40對40 但是如果計算 整個中國來計算 當然要加上台灣 可以嗎 加上香港特別行政區 44 變成我們贏了 如果這樣數 真的會贏 就是 美國 其實在這次 奧運會 美國其實都有五個 五個叫做 Dependent Territories 即屬地 屬土 跟他們的關係很密切 也是 是他們的領土 是美國的領土 不過 就在奧運 他們都有 好像香港那樣 另外有個入場券 是 分開隊 是 他們 就照我講五個 那混合的 他有沒有做數 做過數 人家現在不用混合 就是40 混合又怎樣 有關島 關島 有 沙摩爾 哥斯特尼加 有一個 Virgin Islands 還有一個叫做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這個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是沒有隊 即是沒有數 其他那四個 如果大家看排名榜 真的看到他有排名次 不過 全部這四個都是 000 所以數下去 都沒有幫助 哥斯特尼加 差一點 就拿到棉 也是差很少 拿到棉 是滑浪 同排 都是 無保餘事 那些叫做 治安慰客 如果計算我們 就算我們 總數你都過不了 過不了 過不了 如果計算總數來排 始終都過不了 另外 其實今次 我就覺得 其實都幾成功 雖然開頭 說過 開幕禮 好像被長雨打到 煤了些 也看到製作人的決心 沒有Plan B 下大雨 招去 有的 其實有Plan B 他們說 如果有些安全問題 即恐怖襲擊 或者其他情況出現 其實有的 不過下雨就不算 不算 安全 亦都這樣說 你罵別人罵 這個就是法國人的個性 是不是 有些是文化深厚一點 深厚到你 語果 那些文學作品 又在裏面 但是 亦都有一些比較新的 講自由 講平權 那些 你可以說 這個是立國的基本 就是法國 但是 當然 近期的平權 和 大革命的時候 講的平權 那個概念 是很不同 好 不要緊 別人說 就說 什麼 涉及 侮辱宗教 別人要出發點 不是這樣 OK 法國人有些都覺得 好像是媽媽的 但不要緊 我覺得看上去 其實挺有特色 亦都做 整個編排 不怕踩界 那裏是一個 那些是表演 但是 把體育運動 融入自己的地標 這個真的做得很出色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又很好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是 將一些舊的建築物 這樣去使用 譬如打劍擊過的地方 你又不用興建一個新的場本 而又給它一個歷史的背景 真的又漂亮 是不是香港要參考一下 香港有這樣的地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禮賓府 不知道夠不夠大 設備了現在 設施了現在 怎樣 打給音波 我不知道 有些特色 但是 有些事情是硬了 其中一個 美國有一個銅牌得主 是今次的新項目 那些滑板 美國有一個叫做Huston 29歲的年輕人 拿了一個銅牌 過了10天之後 因為那個比賽 大家知道 整個奧運會 整個兩個禮拜 比賽 他在比賽期間 其實已經回家了 他在自己的平台 那裡 那裡 就說 他 拿銅牌 已經是 脫色 已經是開始 有點 簡單的 簡單的說 大家都想 什麼事 其他的運動 原來 不見到有 投訴 好像中國 都是拿銅牌 一拿了 就說 有瑕疵 但瑕疵 跟這個 很不同 性質嚴重很多 這個Huston 常常說 他的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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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像 它去戰爭 和回家 不是他自己去打完仗 是銅牌 好像是去打完仗 那會不會成為股東更有價值 可能是的 可能是的 這樣 有些缺陷味 有故事說 我們經常說 這些 值不值錢 我們可以再說 一個奧運會的獎牌 究竟有多值錢 但是 最後 賣出來的價值 就好看有沒有人接 有沒有人接 其實就好看那個獎牌 後面有什麼故事說 故事是 歷史價值有多高 或者運動員 有多特別 有多出色 他就說 可能是因為 他自己 掛牌上去的時候 一身汗 領長的時候 不是沖完糧 每個運動員都一身汗 這樣去接受 這個 犯獎 其他那些不知怎樣 其他那些可能沒有說 再有這樣的情況 也不一定 但是他就說 一來他拿的時候 已經一身大害 另外 他說他給很多朋友 都大個上身 摸過 玩 很多人接觸過 他自己這樣說 但是 按照 摸法 他 7月29日領長 那是否 將獎牌 在一個盒裡 加一個說明 要怎樣 好好保養 照顧獎牌 不知道 可能有都不定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可能沒有看細紙 反而 反而 東京的運會那次 真的有 叫大家不要爭 因為那些 有毒的 對 他那些 重金屬 再做 可能在電腦裏 拿出來 講得明白 大家不要再爭 這次就沒有這樣說 但是 妹妹爭 爛了 那個 那個 講法 就是 報紙的寫法 是 很暗色 patina patina 這個叫做銅 我們有時候見到 銅的雕像 好像變得 綠綠的色 養花 是 銅綠的 就是這個意思 dow patina 報紙的寫法 全部的寫法 就是這樣形容 是 這一個 真的不能咬 如果是變了 特別的 六化了 兩化了 他們就說 如果 值不值錢 如果純粹 這個 銅牌 其實就是由 cover 即是銅 是 升 加上 天 石 混合 這次 這次 法國政府怎樣 混合 沒有正式說出來 但是 大家估計 其實如果真是用 這幾種金屬 做一個 牌出來 那個成本價 五元美金也不用 很便宜 很便宜 當然 現在是一個奧運會的銅牌 價值 不在那裏 不只是那些 難銅難鐵 那些材料 不可以 計算材料費 是 那 這個 為何會搞成這樣 他的解釋 就是 找法國一間 官方的 那些叫做 鑄幣廠 專門做這些 在巴黎 法國的錢幣 其實都是由那裏出產的 那這間廠 自從是公園 報道說 八百六十四年 有了在這裏 很久了 有了在這裏 幾多年了 八百六十四 到現在 三百多年 如果全世界來說 鑄造廠 沒有間段 一直有運作 這間就是 最有歷史 如果計算是一間公司 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 即是老字號 老字號 可能是因為 老字號還老字號 平時只是做貨幣 做鑄幣 今次 做獎牌出來 可能 就差了些了 但是 主辦機構說 不要緊 我會換一個給你 換一個 不是 留的好些 我覺得這樣 還是 拿多一個 當然 一加一 好 我還給舊的 也沒有意思 對吧 即是都留回去 留回去 那個可能還值錢 對 兩個一起放就更加值錢 對 我想這位人兄 又沒有計劃 拿出來是要拍賣的 但是很難說 你說這些 郵票也是這樣 錯看是值錢的 是的 即是這些 最後拿出來賣 是有這樣的先例的 其中是奧運會的獎牌 賣出來的價值最高的一個 那個真的是金牌 那個是賣了 當時賣了144萬美金 是慈善還是怎樣的處境賣出來的 是應該個人收藏了 收藏 是有一個買家在那個拍賣學 大家記得奧運會拍賣電影 其中一個比較上 是特別有歷史意義 可以這樣說 其奧運會就是柏林舉行 是 1963年 即是差不多60年前 其奧運會那一年 是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 政治和運動要分開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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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奧運會 後面就很有政治宣傳的意味 當時希特拉想宣傳 他們的人種的優越性 希望透過運動證明 白人是優越其他人種 即是他們的人種 但是事與願為 就找了一個美國的黑人跑手 Jesse Organs出來 他一拿就拿了四個金牌 其中有一面 他就送給他一對好朋友的夫婦 直接送給他們 這對夫婦死了之後 死了之後 後人送給你就是你的 你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 在2013年拿出來拍賣 結果就賣了剛才說的價錢 144萬美金 144萬美金 超過1000萬港幣 這一個應該是 拿出來拍賣的不算多 但是最好價錢就是這個 可能有故事 有故事 有故事 還有歷史價值 我不知道 如果你再拿出來再賣 我猜不知道這個價錢 尤其是 尤其是 等多四年 回美國 回美國再拿出來 那個話題又再多些 不過我想當年 是 11年前 11年前 用得1.4米 美金拿出來買 這樣的價錢 是 贏了 即是投標 拍賣贏了 我想他也 買家也沒有什麼打算 要拿出來 應該都 實力幾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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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 反而是 有 有個 比較清晰一點的指定 標準 其實金牌 雖然叫金 其實是 道金 道金 也不是 是 24K 金 大會指定 不少 6克 是 道金 其實主要 是 92.5% 是 銀 的 那些應該 我猜 會保存得好些 吧 起碼都叫做 道金 跟這個 銅牌 就不太 同 我想 這個 叫做 黑了 做出來 一出了這則新聞之後 很多的 中國的 媒體 網上 告 至少 立刻拿出來說 如果 算監牌 應該 這麼多歷年 應該沒有一個 漂亮得過 設計 比北京的運賣更漂亮 設計不漂亮 這件事真的很主觀 其實是 中間 是用 玉 你說要求金屬 什麼都好 我照做到竹 中間 是玉 有特色 有特色 還有 玉本身也有價值 他們說 因為 中間的玉 其實 在過程裏 要開很多塊石 才能做到 這麼多獎牌 那 好了 可以睡覺了 哈哈哈哈 我們 殘老又來了 OK 繼續董場 好 有 最 咱